這是我們家的貓 總龍可以帶回去做紀念 然後這個也是給總龍的 然後這是一個小禮物 我們把它帶回去另外一隻會不會 3 2 1 今天落成的硬體研發中心 更讓台灣成為僅次於美國總部 最大的硬體研發基地 Google對台灣的投資建設也顯示出 我們努力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以及讓世界看到台灣 也持續的看好台灣 現在的台灣產業居落更加的完善 供應鏈也在疫情時間展現出韌性 那麼各項優質的投資條件 都獲得外商高度的重視 從2016年到去年 外商對台灣的年平均投資金額 是103億美元 遠高於2008年到2015年的53.6億元 我們去年外商投資台灣的金額 也超過112.5億美元 當越來越多的外商選擇投資台灣 我們就能夠持續在全球的供應鏈上 佔有關鍵的地位 隨著Google 密體研發中心的啟動 我們期盼 透過更全面和深入的合作 讓台灣在晶片 6G 以及 AI 技術等應用領域 持續的發揮關鍵力量 因為全球做出更多的貢獻 為全球做出更多的貢獻 MING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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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DON